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里担心到傅君 全都是阿里的错 傅君千万不要误会娘亲 叶华点头 微笑到傅君知道了 别担心 阿里点头道啊 阿里一出去 白浅就撑不住了 难过的低着头 白浅内疚 难过到她还那么小 我不应该这么狠心的 我是怎么做的娘亲 叶华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叶华心疼 温柔倒好了浅浅 我们的阿里很乖 他什么都懂 不会不明白你的苦心的 叶华抱着白浅安慰她 白浅还是很难过 十里桃林里 哲言坐在门口研究制藤药 白浅拿着酒壶走了过来 白浅撇嘴道我说 哲言 你这样一定是有问题 以后四海八荒第一神医 就变成个卖假药的了 真是晚节不饱啊 哲言扎嘴道怎么 你就这么希望我生命扫地啊 白浅淡然道不管怎么说 你得把小酒给我治好吧 怎么回事 这才刚九死一生忘了帝君 没半年又爱上了 我以往也没发觉帝君有着魅力啊 哲言笑笑 摇头道你家奉酒我治不了了 相思入骨 要时无一 白浅着急道你这就放弃了 哲言无奈道我不放弃又如何 现在他一门心思不肯忘了帝君 我能怎么办 白浅揉额头道这下真是麻烦了 问题是帝君已经跟一族联姻了 难不成还要毁婚吗 哲言无奈道怕是难了 当初天尊跟帝君商量联姻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打定了主意要让四海八荒太平 如今凤九就算是青秋的女君 也不能逆天而行了 白凤九躺在床上昏睡 昏睡时还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一个紫色衣服的男子 可是他的脸很模糊 什么也看不清楚 梦里男子伸出手去牵凤九的手 东华帝君温和道把手给我 白凤九期待到去哪里 东华帝君温和道 我带你去看春暖花开 凤九开心地看着他 可是他的样子变得越来越模糊 白凤九着急道 你等等我 你要去哪里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东华帝君遥远 悠扬到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我不爱你了 白凤九梦逸 痛苦 乱挥手道别走 带上我 别走 门外的哲言和白真听见动静着急地跑了进来 凤九满头大汗 看起来还很痛苦 白真担心道小九 醒醒 醒醒 白真一边叫白凤九 哲言帮凤九把脉 表情很凝重 白凤九梦逸 痛苦道别走 别走 白真担心道怎么样啊 哲言皱眉道他的气息很乱 应该是梦到了东华 白真皱眉道怎么还会这样 这可怎么办 哲言皱眉道真真 去把我的银针拿过来 我给他扎一下学位 白真点头道好 白真在一旁担心地看着 哲言在凤九脑袋上几个大学位上扎满了银针 白真担心道怎么样 有没有效果 哲言皱眉道暂时控制住了 看来是这次帝君成亲给他造成了很大刺激 白真给凤九盖好了被子 跟哲言一起出去了 两个人在桃林里下棋 一阵花香飘过 白浅过来了 白真温和道小五 白浅担心道四哥 哲言 小九呢 哲言沉重道在里面休息 我暂时封住了他的学位 白浅皱眉道 我进去看看他 凤九虽然睡着了 可是却紧紧皱着眉头 白浅心疼地看着他 白真无奈到他刚才梦见了帝君 白浅不满到这帝君到底有什么好 一次次让小九痛苦 难道要对他也不管用了吗 白真沉重 摇头到他前意识里不肯忘了帝君 所以这个念头一直在滋生他的痛苦 太沉宫中 千儿一整晚都没睡 洛洛一直陪着他带到天亮 洛洛心疼道公主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过来 你想吃什么 千儿摇头道不用了 我想先去看看东华 千儿自己换了衣服 就去了帝君住的房间 敲了门却没人应声 思命端着醒酒茶正好过来 思命恭敬道公主 千儿担心道思命 帝君是在里面吗 思命恭敬道丙公主 是的 帝君昨夜喝的有些多了 此刻正在休息 千儿担心道我想进去看看他 思命无奈 恭敬道公主请随我来 思命推开门带着千儿进去了 房间还没有来得及打扫 满地都是酒瓶 还有碎了的酒瓶 足足一屋子 看得千儿触目惊心 千儿失落 难过倒想不到和我成亲 竟让你如此的痛苦 思命担心道公主切勿胡思乱想 帝君昨日只是正物缠身 所以多喝了些 千儿苦笑道思命 让我来照顾他 可以吗 思命犹豫一会儿 点了点头道是 若是有何需要 随时叫小仙 千儿微笑道谢谢 思命把醒酒茶放在了桌上 千儿弄了盆热水进来 给帝君擦了擦手和脸 帝君皱紧了眉头 似乎是做了什么不开心的梦 东华帝君梦眼道是我赴了你 纵然说得很小声 很模糊 但是千儿还是听清楚了 千儿温和道帝君 醒一醒 喝点醒酒茶吧 这样你会舒服一些 帝君被千儿叫醒了 智慧而静觉得头疼欲裂 想来是昨夜喝得多了些 东华帝君皱眉 冷淡到你何时来的 思命呢 千儿温柔道我让他回去休息了 昨晚他照顾了你一整夜 千儿把醒酒茶递给了帝君 帝君一饮而尽 不惠而后 果然舒服了许多 千儿温柔道帝君 你喝了一夜的酒 现在一定很饿吧 我去给你拿点吃的 东华帝君皱眉 冷淡到不必了 我还要去上早朝 千儿不明情绪道 可是这是我们成亲的第一天啊 东华帝君淡淡的道 我不会因为任何事而忘了自己的身份 想吃什么就告诉思命 让他去准备便是 帝君试了个清洁皱 把自己弄干净了 酒气也一散而尽 他就这样头也没回得走了 天宫大殿里 大家看见帝君很是诧异 连宋笑笑道帝君不愧是帝君 永远都是这么的心怀天下 自己成亲第一天还来早朝 东华帝君皱眉 冷漠道三殿下 我在最后说一次 管好你的女人 别再做妨碍本帝君的事情 昨日的事 连宋稍微一想便明白了 想必是阿里和承玉一起把风酒骗过去的 夜华温和 面无表情道帝君 昨日阿里给你添麻烦了 东华帝君淡淡的道太子殿下不必多礼 以后看好孩子就是了 夜华温和 面无表情道士 成余没事人似的站在一边 想起昨天帝君娶了别的女人 他心里就愤愤不平 见他来了 自然是要躲得远远的的 东华上完早朝后 一个人慢慢走了 十里桃林里 白凤九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 时常沉浸在梦魇里 白真着急到折眼 这可怎么办啊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 折眼皱眉到未经之际也只有把他送回太成功了 白真激动到你胡说什么呢 折眼无奈到解灵还虚气凌人 他现在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不得不离开帝君 如果把他送回帝君身边 他大概会好得快一些 白真担心到这能行吗 要是他更爱帝君了可怎么办 折眼皱眉到送回去可能会丢魂 不送回去只怕生命都要丢了 白真头疼到这丫头也真是的 怎么就用情这么深 白真也无奈 只得亲自去了一趟派成功找帝君救命 东华帝君皱眉 是神到他怎么样了 白真沉重到很不好 日日昏昏沉沉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